字幕提供 Viu,謝謝你今天來到這裡 因為我們今天這個叫做盈南會 兩個盈南一起 教我煮食 回來啦,我也是一個很出名 不懂煮飯的廚師 找你來教我 現在疫情關係也是很多人在家裡 有時候煮飯煮到 已經很窮 也不知道有什麼方法 有什麼又簡單又方便 又很好吃的 不如介紹一下吧 既然煮飯煮到悶的時候 我們今天就不煮飯 我們煮意粉 我們今天會煮什麼呢? 就是帶子黑松露醬炒意粉 聽到好像複雜 一點都不複雜 你準備食材,準備連煮 半個小時就完成了 OK,那接下來我們應該怎樣 事不宜遲 可以了 看到煮在這裡 我們首先煮起意粉 好 是不是煮沸起水 對 煮沸起水 然後再加意粉 留意 如果你本身想意粉有一點鹹味 最好就加點鹽 要多鹹就隨意 不過根據外國人的吃法 其實基本上它們會加到水 好像海水那麼鹹 所以我就是說 如果你想吃得沒有那麼鹹 就可以自己調節了 因人而異 沒錯 首先我們先炒帶子 煎了帶子 我看你又塗油 又準備了牛油有什麼分別? 因為牛油本身的香味 可以幫助到整個帶子煮得更香 而塗這個油的目的就是 因為牛油比較容易焦 我們再加一層油 就確保它沒有那麼容易焦 就是這樣 真的複雜 真的不懂 不複雜不複雜 很簡單 所以你看一看我 沒問題 很香很香 牛油的香味已經出來了 好了 我們是時候把帶子放進去 好 那要不要醃一下帶子 還是這樣煎都可以 因為有牛油 我自己就會傾向煎好 先下任何調味料 因為假設鹽 如果你加熱的話 本身會破壞了鹽的構造 其實吃到身體也不是好 所以我就傾向煎好先下 這個帶子基本上可以的 我們可以現在先升起它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就會煮好配料 之後就會炒上意粉 首先我們在這個鍋裡 再加少許油 因為確保了這個味道 帶子的味道 都可以在意粉和汁裡 和配料那裡 我首先會先炒煎肉 再加蒜 嗯 好 再來就加洋蔥 加洋蔥 加洋蔥 好了 差不多時候了 看到洋蔥都很漂亮 我們可以就加一些意粉 下去了 那我們 其實炒意粉 我覺得一個最佳的幫手 其實會是筷子 中國人的發明是很厲害的 今天我就會用叉和羹 你看看 像個廚師一樣 你真是 充鬆 不要這樣說 不要這樣說 最重要是容易用 容易上手 我們剛才說過 其實這個是一個黑松露的炒意粉 那就要留意了 我們在下松露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火關了才下 為什麼呢 因為松露油本身 如果受了高熱的話 就是不太好 它本身的黑松露油 不是給你 真的用來高熱的時候煮的 在這個時間事不宜遲 我們就加上黑松露醬 好 拌勻就行了 沒錯 煎完之後 當然要做一個很好的賣相 好 那我們就把帶子 放上去 好 到最後 我們就把這個 黑松露醬 放在帶子上面 做一個點綴 Viu,真的很簡單 其實20分鐘內 真的搞定了 沒錯 可以再介紹一下 這個叫什麼 絕對沒有問題 我們今天就做了這個 帶子 黑松露醬 炒意粉 好,謝謝 謝謝你 不要客氣